好,天气冷,身体感受得到,那么正值水稻育苗期也碰上了入冬最强的寒流。 那么育苗场赶紧以透明的塑胶布或者是布织布来覆盖抗寒保暖。 不过有些秧苗已经长好准备要进行耕种的农民,也只能要牙顶着寒风刺骨的寒流下田插秧。 而农民说,酷寒低温水稻成长缓慢,现在如果不种下去会来不及收成。 入冬最强寒流发威,高雄以北都出现10度以下低温,滑东重骨间辽阔的农田寒风刺骨,农民不为寒冷,在农田里忙着春根插秧。 这样插下去不会冻伤哦?还好啦,这个天气还好。很冷耶。 入冬以来最强寒流,强风吹的是呼呼作响,农民从头包到脚包紧紧,保暖全副武装。 猛之打田插秧的农民说,低温酷寒的天气会影响水稻的生长速度,若现在不种,恐怕会来不及收成。 这一次连续低温潮湿已经让多数人都不好受,但农民还是得在农田泥巴水里查阳耕种。 种植四甲多面积水稻田的胡大哥习以为常,他说冷天气,水田杂草不受罗,生长活动力也减弱,现在查阳正当时。 我们习惯了,这个羊苗这样不会死哦,那么冷,那么冰,很漫长,会很漫长哦? 很慢了嘛,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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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他们说,早一点查,到时候过到海之前,他们会先搁啊。 正值花莲一起到座村跟插秧期,碰上这一波最强寒流来袭, 秧苗厂也赶紧以透明塑胶布或布置布覆盖秧苗,抗寒保暖。 不过先前培育好的秧苗都已经长好,农民说若不擦秧的话,也会影响秧苗的生长品质,因此顶着寒风,咬牙耕耕种,期盼水稻农作物都能安然度过老天爷这一波酷寒攻击。 记者是越南卓西采访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订阅领。